創立比財 盡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旗鼓帳 我是黃培說 大航 我說現在這個地方 其實進行你會發現 它真的是它操作難度 有點比較高 結構你還是想辦法 把它釐清 還辦法把它釐清 今天又往下破了一點點低點 拉回了低點 久久事件高之後 我說這邊有一組往上的 它整理完有沒有機會 這一組開始再持續往上 因為它這個走勢 當然是又每次拉回來都有重疊 所以如果說把它視為一個脈動 這邊是不是有機會 走出另外一個脈動來 它今天拉回來幹嘛來切線位置 這是日線 比較沒那麼明顯 我們看那個小時線 這小時線有沒有前面有一組 然後破線以後 這邊這一組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成型 其實今天大概就最低 如果有機會成型的話 大概今天就最低 明天就有機會表態 當然這是一個臨界 上禮拜有跟你談到說 其實這個地方很有機會出現一個 比較關鍵的至勝時刻 當然我們操作 這個地方還是會嚴守停損 看一邊做對不對 我說你停損是好放手一搏 當然如果說有時候點到停損 你就還是要第一時間先執行動作 然後再重新規劃重新布局 這個架構 或是大盤的部分 我們看看期貨的部分 這大盤723就建高994 目前都還沒有過 當然這一組 現在觀察這個地方 好 期貨的部分 我說這個地方 723跟人談到這個地方 它有機會 我畫紅色 紅色就是它是代表一個調整形態 如果說調整形態是這種架構 當然就比較有機會 從623啟動 從623好 現在來追蹤這個 我說一分證據講一分話 今天有一些細微的那個TIG圖 不管是 就期貨它的一個那個TIG圖 或是說小15分鐘線 有出現一個推動的形態 這個是比較 我說你要找證據 一分證據講一分話 今天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這個如果調整形態 這是小時線 好 那有沒有機會從623 623這個地方 當然這個地方 我說它如果說假設它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還是開始在整理的 有沒有 覺得是 我說畫紅色開始在整理 好 整理這個地方 整理圈起來 圈起來 我說這個整理的過程 去找點位 用心把握 用心把握 它那個是 有機會它是一個關鍵時刻 整理的末端 整理的末端 好 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還是都定義它是一個整理型態 是一個整理型態 好 今天重點來了 今天7月29號 今天7月29號 禮拜一 其實美股上禮拜是整個 其實表現是相當強的 又一直在創高 台股當然今天表現是這樣 是有點讓人失望 可是有時候它壓抑住的話 不代表後面不會漲 不代表後面不會漲 當然要找證據 差不多 今天這個結構你仔細看 現在我說從623上來有沒有機會 它是另外一個推動上來 這623當然漲到836 當然這一組就沒有問題 這一組走完 它是勢必它是很明顯 它是一個推動型態 這一組走完 它確實在那邊整理整理 這邊畫出來 它是一個整理型態 那它今天整個整個 今天來到744 第二個低點748 744 748 ABC X ABC 這個架 這個架 這個結構 ABC X ABC 它是一個整理型態的結束 Ending 有這個結構 三重三 七段整理 ABC X ABC 好 到744 有機會 我們講 有機會告一個段落 好 那重點來了 它現在從744以後 彈上去以後壓回來以後 一個小A 小B 壓回來以後開始往上走 從748推到802 這一組 它有一個細微的脈動 是很漂亮 很漂亮的推動型態 這個很重要 它是很漂亮的推動型態 你看這個小時限 15分鐘可能看不出來 我特別一張新的TIG圖 這今天7月29號 這邊建第一點以後 一個小A壓回去 B回來 這個推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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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這一段推上來 你看這748 推一組拉回來 推上去 壓回來 推上去 就12345端 有沒有 這個是很漂亮的一個推動型態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證據 就我的認知 就我所學 它是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證據 如果它從這個地方開始 推動型態它上去 也就是說 它前面是一個完整型態 已經整理結束了 譬如說 這個我跟你說 ABC X ABC 它是一個完整型態 已經結束了在744 當然你不是說從744開始算 已經落底以後 從744它先止疊推上去以後 止疊 壓回來以後開始推動 有沒有 止疊以後 744以後推上去 壓回來以後開始 止疊開始推動 12345 這都還是調整 針對前面做調整 這個地方開始推動 有沒有 748開始 這個推動很漂亮 這個推動 我個人認知是很漂亮的漂亮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我從開門鍵上一直講到現在 我也想聽聽聽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這個叫推動型態 12345 這個地方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這個地方 就這一點 748到802 出現在這裡 出現在這裡802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我當然是一個推動型態的話 如果說有機會 從今天的第一點 748 不是744 748開始發動 有一組推動開始往上的話 那這12345它勢必是一個 某一級數裡面的最初生段 第一段 最初生段 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今天我講比較久 因為它很重要 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我也沒辦法 所以我說它有機會 開始形成一個 我上禮拜我跟你談的 今天持續談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關鍵的轉折的一個致勝的時刻 今天 今天這個結構 這是我們分析的 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話 這個結構出現在這裡 出現在這裡 如果說整組就結束在 從這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哪裡 如果這地方就是 我剛剛說的大盤的切線的位置 有沒有 我們看小時線 今天的低點 有機會如果說這一組 直於往上的話 今天的低點就會是什麼 就會是最低點 整個把它Match起來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是有機會 就我認知 就我認知是有機會 這個叫很重要的一個關鍵證據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證據 這四個字叫推動型態 出現在這一個地方 出現在這個地方 這很明朗 頭部你看這個TIC圖 覺得很明朗 很漂亮 這12345推完 你看它壓回 壓回勢必要找買點 壓回勢必要找買點 因為它這邊你看12345 推動 這如果是一個很 剛開始的 剛形成的一個出聲斷的話 那你拉回 那是漂亮 這個這樣停損就更好設了 頭部這樣的停損就更好設 這齊全的部分 今天出現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證據 我從剛才節目開始講到現在 很重要很重要的證據 我們在分析就是一分證據 講一分話 那進場也是進有據你退有據 這個結構長這樣 頭部這結構長這樣 這一次的脈動 頭部這一次的脈動 現在這幾天你會看到整個好像感覺 整個量也沒有辦法上 然後整個市場氛圍悶悶悶的 其實你去看那個 其實整個籌碼結構還是偏向多方 還是偏向多方 那剛剛分析到現在 等於是照老實講說 明天就有機會啟動了 明天就有機會啟動了 因為這個也拉關鍵價對不對 這個也已經推動出來了 那推動出來 他其實盤 建高以後就已經開始有在拉回了 結束在744 這個整個都完備了 頭部整個都完備了 我說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放膽去做 放膽去做 謙卑面對 我們這樣大膽判斷 我們會這樣做 頭部我們會這樣做 這是齊全的部分 頭部你有興趣認同理念的 跟上甲步來這一次 這個脈動 這個脈動 其實他如果一旦走出來 會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他會走得 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就我的認知 他會走 你直接走成這個樣子 就我的認知 就我的認知 這個脈動 我認為 風險很小 要積極把握 那是賺大錢 大純入槓的前兆 大純入槓的前兆 一定要很積極把握 頭部一定要很積極把握 如果再跟你談到一個 大行情的前兆 還沒有發動之前的那些徵兆 其實很多都有跡可循 都有跡可循 而且都常常事後都驗證 然後大獲全勝 任後裡面的 頭部你跟上腳步來 頭部你跟上腳步來 之前有太多例子了 頭部之前有太多例子了 我說像這種 這種五段走完開始拉回 這個都也是有跡可循 其實這當下都很高 你又不會認為他會拉回來 他是拉到218 800多點 那800多點這個地方 你跌800多點了 你又一路看空了 你也不相信他會拉回來 你也不相信他會從這個地方 5、6、10、9、1 一直拉拉拉拉拉拉拉到這個地方 接近1萬1 1109 094 就差一點點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都 這當下都有跡可循 218在這裡 為什麼 他不會擴延的 這個結構不會 另外一個 這個一定是最低的 因為創力拉回來 創力拉回來是創力 這我常常講 就已經過了 有沒有 就過了 過了就進在不遠中 就一路開始彈 彈了就驗證 驗證的過程你看 這些東西像這種 都是這種驗證 這種應該是先這一張 這個626號是這個 他已經彈上來 然後怎麼樣走 有沒有 這個也是很關鍵的時刻 這個也是看守危機 這都是最後的轉折點 最後的轉折點 有沒有 就驗證了 這個都大獲全勝 這個都是大獲全勝 其實這一次的 我認為這一次 它那個結構會更 更出乎意料 它會更出乎意料 好 這種架構 它會更出乎意料 好 這個其實像這種東西 你這個都掌握到 其實掌握到的話 有時候這個過程 你這掌握到一兩筆 你那個資金 你那個戶頭裡面的margin 就會增加很多 你不用擔心 這個部分 常常有時候在過程 當然整體的過程 有時候小賺小賺 其實對margin 對margin的影響 並不是那麼大 行情一來 等於行情一來 你掌握住 那個戶頭裡面 增加的速度會很快 你說這一段期間 之前也跟你談過 其實它有它的操作難度 它有它的操作難度 我們這個地方是判斷 即將 即將明朗化 即將明朗化 你按部就班 等於你按著訊息來 不要漏掉任何一通訊息 等於不要漏掉任何一通訊息 按著訊息操作 你按著我的訊息操作 我講給我的所有全國的 起貨會員朋友 聽 一通訊息都不可以漏掉 從現在開始 一通訊息都不要漏掉 好 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你這個大貨全盛 這300多 落袋 200多 續報 這還300多 你這隔天又更多 這一筆就600多點 然後這個地方又下來 又開始趕快買 這個都大貨全盛 這都已經講了比較多 這都比較小 這都賺比較少的 這都過程 然後像這種 有時候一個轉折 像一個確定以後這樣的話 你就規劃 這個就做兩次 這兩次就700多點 有沒有 BZB向上驗證 然後又向下 這擺上去400多點落袋 然後又向下下來 下來的話又是300多點落袋 有沒有 那不要講了 這些東西不要講 我說現在重點是現在 因為那之前的 之前的 現在如何再創造佳績 創造比較多 比較大波段的績效 就這一波 差不多就這一波 這個賣動器 我一直在跟你談到 我說他那個關鍵的 至聖時刻即將到來 要把握 要把握 你認為說 現在趕快加入我們團隊 還來得及 還來得及 我還會發一些盤後的訊息 還會發一些盤後的訊息 好 認同理念的 有興趣的 趕快跟上腳步 我說我們操作 絕對是有口皆悲 絕對是有口皆悲 要怎麼樣讓你的長期是贏家 而不是短線一兩次這樣賺到 或是短線一兩次賠到 不是這樣 那個都不是 你眼光要放遠 投資路長長久久 大波段的把他放口袋 才是重點 大波段的把他放口袋 才是重點 過程一些小震盪 那個無傷帶 差不多那個無傷帶 這有口皆悲 有口皆悲 有說你要找這個夥伴 出色夥伴不容易 要找出色夥伴真的不容易 你又要會分析行情 又要能夠按紀律操作 而且還要大膽放膽的去做的 不多 有的做起來是扭扭扭扭扭 不扭扭 常常怕四半怕八種 怕怕也不中 怕怕也不中 操盤要有一個操盤 其實那個人格特質很重要 操盤的人格特質很重要 一般人沒有那個特質 賺一點點 震盪一下跑光光 賠一直看 從50點賠到100點 賠到200點還在看 那一筆就掛了 你也能夠把它相反 可是這講很簡單 做到很難 一般人做不到 有些是違反人性的操作 你做不到 做不到你跟上腳步 亦步亦趨的按著我的訊息來 你亦步亦趨逼著自己 逼著自己按著我的訊息來 當然這過程會有錯 可是大對小錯 大對小錯 你就是大贏家 就這麼簡單 不是神每次都會對 不是 可是你就是大對小錯 長期走下來你就是贏家 懂我意思嗎 這個很重要 不是這個很重要 這些每一個訊息 你就是按著紀律操作 就沒有錯 按著我的訊息 按著我的紀律操作 每一筆 那個口訊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絕對不會模擬兩可 也不會投機取巧 每一筆的績 都是最真實的績 賺就是賺 賺就是賺 很清楚 不會在那邊亂七八糟 這是什麼 沒有沒有那回事情 相信你跟著我的一些很多 最近很多新會員 你收到我的訊息 跟你以前收到前來老師的訊息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 很精簡 很清楚 很精簡的 你都可以很好 從容的跟著做的 跟著做 就是說這個出色夥伴不容易找 出色夥伴才可以幫到遠大宏圖 你眼光你要看遠 眼光你要看遠 這個部分 尤其是現在 頭部現在這個很重要 是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 我一直講 關鍵的致勝時刻 關鍵的致勝時刻 好 個股的部分 來 頭部有個股 那個股的部分 我說這一段 這一段還是避開 我們全市場真的是第一名 5月7號放空個股下來 然後開始才翻多 那一段很重要 通過那一段的話 你沒有避開 你後面這一段 真的都沒有你的份 那這一段的話 放空個股避險 我說那是一個比較大的動作 非不得已不放空個股 因為放空個股很麻煩 那一段先空下來 先獲利落袋 完開始買股票 買了股票就很便宜了 然後這一段又避開 被套住 然後又空袋又賺錢 那個動作是價值 肥錢 那個動作 現在看來好像沒什麼 其實那個動作當下是最重要 當下是最重要 5月7號思考評估 放空個股避險 這個叫自勝時刻 那這個下以後 你再開始買股票 我說怎麼樣 雖不中一不原意 你在當下那時候開始 這個地方聽我話 你就開始去買一些 很多股票怎麼樣 很多都大賺 雖不中一不原意 對不對 雖不中一不原意 好 那開始 我們講一些新股票 通過在講新股票之前 通過在講 我說 剛才跟你談到這個 這很重要的自勝時刻 對不對 這種自勝時刻只要一來 這種自勝時刻 你就是要用心把握 機會不會一天到晚來的 你不要以為機會一天到晚都有 沒有 老天爺都會給機會 老天爺都會給機會 看你能不能把握住 你不要一天到晚都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都會有機會給你 都會有機會給你 看你要不要把握住而已 那機會有大有小 那很多很重要的自勝時刻 那是屬於比較大的機會 那不只要把握 你要用心把握 都說你要用心把握 不要抱怨說 老天爺都沒給你機會 或者是要再看看再看看 有些你看不清楚的 你不要自己在那邊再看看 不要假的 你開看那邊看什麼看 你就看不清楚 你還要看什麼東西 那你就跟著看得懂得來 等於我說 這很關鍵的一個自勝時刻 你真的這個把握 還要用心把握 所以我之前 就已經三天了 特別跟公司 二合一 二合一全面的688 二合一全面688 這機會很難得 等於這個機會很難得 二合一全面688 用心把握這個自勝時刻 無論如何 這一波一定要把它掌握起來 因為這一波很重要 這一波很重要 看得懂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我也沒有辦法 這是 這一個脈動的一個結構 好 好 那來來 同學講一些新 4107的邦特 同學我們會講一些新股票 我說我們的股票 最多就是三檔 最多最多 我講的是最多 一級會員最多最多是三檔 特別最多是三檔 普通會員最多是三檔 老師你看起來很多股票 因為每一級會員的股票不太一樣 每一級會員股票不太一樣 最多最多就是三檔股票 不會超過第三檔 最多三檔 不會超過有第四檔 你一定要賣掉以後才會再有 再換股票 換股操作 調節換股 當然這陸續我們也會 講了很多股票 也是有些會落力落袋 落袋落袋以後才會有新股票 再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都中規中矩在操作 這個東西很重要 不是叫了一大堆 叫了設備要設了二三十檔 然後拿對兩三檔來講說 你看這個股票買了多票 其他一堆 那就冰山一角 下面一大堆你看不到 對不對 一定要中規中矩才是真正的贏家 也才真的賺到錢 好 4107這個邦特 4107這個邦特 這個結構 當然這是從另外一組推出來的 從110那邊 我看那邊那個平台 老師看起來12345 我看這一段比較短 其實這種架構 因為他有那種整個軌道的關係 很有機會 他這個現在脈動還是在3 還在3 也不是說這個12 然後山裡面的3-1 3-2 3-3 3-4 3-5 這個山裡面的3-12 3-4-5 就14 14怎麼樣 14不太重疊 所以他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他很有機會 他就是一個最臨界的一個 臨界架區的買賣架區 的那個架區 臨界架區 4107的邦特 這一段 剛好在這一段 剛好在這一段 這一組 這邊有一組 這一組 這一組比較短 所以常常這是一組一 然後拉回來二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整個還在3 31 3-2 3-3 34 3-4 這個地方今天 他今天最低多少 132 今天最低132 差不多今天最低 差不多我們跟你談的股票 有沒有大漲 不是說他大漲 我們才跟你介紹 沒有 因為他不動才有機會 14不重疊 你注意看 他今天這個高點是131.5 差不多這個高點是131.5 那你14不重疊 給他今天是不是很好的臨界 是不是剛好倒了一個臨界下去 這4107的邦特 這4107的邦特 那上禮拜我跟妳談的 這個藥法 以這個結構 它這邊設一組 那我這樣看的話 應該這個結構 這個不會是高點 那個不會是高點 2367的藥法 今天也是還頓在這個地方 還頓在這個地方 可是這個結構很明顯 大概這邊就有一組 所以這個高點不會是高點 那個高點 而且那種股票 它的到最後 到最後 尤其像 就像6278一樣 他這邊連連連到最後 其實拉出去的速度會比較快 還要比較快 這是2367的藥法 對不對 2367的藥法 好 齊鴻 這個另外又推出去對不對 他最高也有 我們那天買43 最高推到47點多 今天公布力多 力道不足 開高有點拉回來 這個我們就會怎麼樣 逢高先獲利放口袋一次 會把它放口袋 我們會懂得調節換股 因為這種架構暫時 他可能這樣黏住 可能以這個結構就有認知 就短 這種可能要稍微黏一段時間 一二三十五有沒有 他可能這一組 大概要稍微黏一些時間 我們再來看看 我說發球全監拿回來放手中 再來決定要再買哪些股票 或是說再一樣同一支 你一檔一檔總是還是要獲利落袋 還要獲利落袋 好 時間又不太夠 那都是9802預期有沒有 我說三推出去有沒有 他是不是持續還在推出去 76.4買的 怎麼可能是不是一路創高 創高創高879 創高886 再創高90 今天有沒有創高 91.8 9802的預期 今天有沒有再過高 有沒有 之前跟你說這個還要過高 有沒有 這個結構你要會看 怎麼可能這結構 你是不是一個主要 我說這個股票能夠長這樣不簡單 被我們抓到也不簡單 這股票能夠長這樣不簡單 從76塊到今天91.8 15塊 15塊錢 15塊錢 時間不夠了 那這個細創 這個結構也還OK 這個股票 其實今天表現是不錯 表現是不錯 時間不太夠 我說重點 要用心把握 這是一個自勝的時刻 明年開始 它是一個自勝的時刻 你要用心把握 很難得的二合一 二合一全面688 盡情把握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免現金的時代來臨了 接口支付 Light Pay 開錢包 全的摺底無上限 U-Con Happy Go 80點限折20元 往內亞洲萬里通 每趟回饋10里數 立即開啟55688APP 點數摺底最划算 運達投顧黃老師 今天特別推出二合一專案 只要6888 只要6888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請您速下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波浪有學校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今年多年波浪理論 抽窗進化波浪 更順波浪 宛如阿基米格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要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緊急線02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黃老師 今天特別推出二合一專案 只要6888 只要6888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請您速下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車怎麼看啊 你怎麼看啊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法 一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二 拨打110報警 或119救護傷害 三 消費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四 無人受傷時 當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波化儀等就對了 好 回到節目現場 老婆這個地方大爬 你看日線其實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我說它結構上 有它相當的難度在 可是還是要懂得釐清架構 今天很重要的一個細微脈動 出現一個推動型態 那是一個很關鍵的證據 那是一個很標準的一個 至勝的時刻 投入你要用心把握 很難得二合一全面688 盡情把握 祝大家操盤順利 本投入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盛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現在 SHAVEYOTO訂閱運通財經台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擊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TO 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分析師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 真方便 YOTO變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運達投顧黃老師 今天特別推出二合一專案 只要6888 只要6888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請您速下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誰說有錢人不做騎貨 騎貨是最佳避險工具 運達投顧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好看弄在家啦 舉起身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阿孫子啊 這不是你為我嗎 笑得這麼開心 對啊 因為看到阿公每天都很開心 我就參加政府基盤的 話題這麼出味唷 像1966 就叫觀眾員會來賓國啊 不然盡親切